英國前首相帶出以夫人的凌駕覆蓋國旗和鮮花 用凌車運載由西敏寺出發 凌駕移送到王家空軍教堂 再改由王家砲兵部隊的砲架車運載 在三軍儀仗隊開路下 凌駕沿著艦隊街前往舉行喪禮的聖保羅大教堂 數以萬計的民眾甲道送別 這位英國二十世紀在任最長的女首相 凌駕抵達聖保羅大教堂後 由參加過福克蘭群島戰役的老兵負責抬入大教堂 出席儀式的包括英女王和王夫菲立親王 首相卡姆倫及多位前首相馬卓安和貝里亞等 因應美國波士頓發生馬拉松炸彈襲擊 以及防範左翼分子沿途倒亂 倫敦市警方出動4000名警員加強戒備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康文報導